大家好 欢迎收看10月2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燕如 环境部与花莲县府合办的113年 全国环保志工群英会 26号在县立体育馆盛大登场 有来自全台22个县市超过2000名的选手齐聚 进行一整天的环保知识以及曲尾竞赛 希望透过志工的推广 加速2050年的近邻转型目标 为了加速进临转型工作 中央政府积极推动多项政策 而其中环保志工们则扮演着重要的关键角色 这一次来到花莲特别的高兴 也用行动要向花莲的乡亲 跟徐县长报告 行政院只要有机会有活动 我们就会把各种大型的活动 举办在花莲 让国人来看看花莲的漂亮 一起来推动花莲的观光 向徐县长报告 我们真的做到了 我们真的努力在做 为落实环保教育工作 由环境部主导的113年全国环保志工群应会 特别来到花莲 洗手花莲县政府26号在县地体育馆升大登场 那今天在我们小巨蛋 这个行政院国院长还有彭部长也都力领 我想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活动 那花莲县政府也将我们的各项赛事 能够结合我们的观光 一起来振兴花莲 更让我们花莲的美好的风景 以及很好的人情 以及我们所有农特产 都齐备在这个小巨蛋周边 也让花莲乡亲的魅力让大家能认识 来自全台22县市超过2000名选手齐聚 进行一整天的环保知识与趣味竞赛 希望透过志工的推广 来加速2050年进临转型的目标 这场活动在欢乐的范围中圆满结束 并由县府秘书长饶中 将大会期交接给云林县环保局长张乔伟 大家相约在云林明年再相聚 记者徐立晴华联市报道